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917节 拴好了幽冥马,李泰解开旺财蹄子上的腰带,得意的说 你在这里啊,待着等你的兄弟,我驾车到四处走走,说不定啊,还会回来 强盗,旺财大声的反驳,还用长脚去挑那些鬼疼,想要把部下放出来 李泰丝毫不理睬,旺财解救自己部下的行动,非常结实的水手鞋,旺财没有灵活的手指,只能够越挑越结实 无耻的摸摸旺财的大脑袋,象征性的安慰他一下,把身子缩小,站在这辆黄金般灿烂的马车上抖抖鬼疼 灵魂受到鞭斥的三十二匹幽冥马,顿时就四体腾空,无声的昂嘶一声,就拖着这辆车子,向旺财说的战场飞奔 看着远远的马车,旺财追了两步,又停下脚步,一步跨上最高的山巅,朝着灰蒙蒙的幽冥地狱大喊 兄弟,你怎么还不来啊,有人来抢这家东西了 幽冥马的四体处火焰纷飞,黄金般的车轮碾过,万物皆成积粉 从地面探出来的干枯手臂,遇到黄金车轮也在瞬间变成飞灰 马蹄如雷,车轮如鼓,马车到处,大地颤抖,鬼魂哀鸣 黄金般的马车变得更加的灿烂,如同一轮耀眼的太阳 李泰兴奋至极,驾长车踏破幽冥山雀 腐尸组成的大军,想要阻拦这辆天神的马车,却被撵出一道笔直的血肉大道 一位浑身烂肉的鬼王在高处怒吼,长硕化作闪电击打在车厢上,造起灿烂的火化 长硕折断,鬼藤编织的马鞭,偷打在他的身体上冒起浓烈的黑烟 鬼王惨叫一声,拔腿就跑 高高的山巅,马车越山而过,宽阔的长河,结成两截,给马车让路 李泰驾驶长车,欢笑不绝,幽冥河边,两军交战正憨 只听得大地颤抖,雷电轰鸣,奇奇的向生硬的来处看去 只见一辆黄金马车,从山谷里飞温而来 三十二匹幽冥马喷吐着火焰,火焰笼罩着整个山子 就像三十二团烈火,无论烈火燃烧得多么猛烈,都不及身后的黄金马车璀璨 有名血河车呀 驾车的是谁 魏王殿下 言之推睁开双眼,见李二仰天大笑 长孙惊怒交加,呵呵笑了起来 举起身边的旗子,指向了那条宽阔无边的大河 李太长笑一声,恐怖的声波轰开了面前的鬼族 顺着言之推指的方向,挥动了马边 幽冥马再一次加速,一头扎进宽阔的明河 幽冥血河车,见者让路 明河也不例外 大河开始咆哮起来 上游的浪头卷起千堆雪,波浪滔天 下游的河水迅速退去,露出光剑可人的黑石河底 转瞬间,一条大路出现在百万大军的面前 李二呵呵一笑,跨上应龙拍拍龙头 应龙剑一般的率先冲进这条大路 程咬金路过停在核心的李太,挑小拇指 也大笑着催动蛟龙跨河而过 出生的太阳从山巅刚一露头 就迫不及待的将光线透过婆娑的竹林 落在沉睡的云叶脸上 或许是因为太老的缘故 他从醒过来到睁开眼睛 像是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 瞅瞅自己身边自己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松树 长长的叹息一声,小松树都已经快要长成古树了 而自己这具腐朽的身体依旧还顽强的活着 从很多年前起,云叶就不再过生日了 他讨厌那些无聊的数字 眼看着那些晚辈一个个的从孩子长成青年 然后再变成老人 最后不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就觉得活的实在是一种煎熬 自己不可避免的成了祖宗 成了全大唐人口里的老祖宗 身为老祖宗 自然只能出现一些隆重的场合 比如皇帝祭祀祖宗的时候 祭祀太祖太宗皇帝的时候 他还命皇帝帮自己上一炷香 等到祭祀高宗皇帝的时候 他一般都是敬一杯酒 至于以后的皇帝 他是不祭祀的 长辈祭祀晚辈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昨天晚上又做梦了 李刚先生和阎老先生联眉而来 在梦中痛斥云叶 宁愿像一截老木头一样的活着 也不愿意去地府帮他们和阎罗王作战 有劝人上进的 有劝人振奋的 有劝人向善的 很少听说有劝人自杀的呀 云叶小声的嘀咕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被一个年纪非常老的家伙 从床上扶了起来 这是刘进宝不知多少代的孙子 他家的长子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顾自己 这已经是传统了 也是大唐人非常羡慕的一个工作 不光别人羡慕 云叶自己也羡慕 刘进宝这个家伙真的很能生啊 全家老小 现在如果凑齐了 绝对不少于七八万人 相比云叶那就比较惨了 连一千人都不到 人家都说是老祖宗一个人将云叶本来应该有的寿数啊给占了 要不然云叶也该是子孙兴旺才对 这些话刘进宝的后人偷偷的讲给老祖宗听过 所以云叶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自己活的神赠鬼燕了 因为云叶的存在 皇帝们都兢兢业业的操劳国事 想要昏溃一些都不敢 因为只要老祖宗不满意 一句话就能把自己从皇帝的位置上给撤下来 而天下人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 因为云叶总是不死 无数的野心家只好乖乖的帮着皇帝治理天下 哪怕是最狼子野心的人 都不敢暴露自己心底那点阴暗的心思 因为老祖宗只要探出一根小指头 就会将自己碾成肉泥 因为云叶总是不死 整个大唐天下就像一池春水一样平静无波 天下太平这种事情已经深深的直跟在百姓的心里 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都认为大唐本该如此 看着山珍海味一口都吃不下 每天自己的面前都摆满了各种美食 云叶却一口都吃不下去 皇帝吃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都会命人给竹林送一份 云界人发现什么东西好吃 那也会给竹林送一份 别的熏贵也是如此 至于云界庄子的人呢 那就更是如此了 春日里长出来的头茶嫩韭菜 夏日里接出来的第一个小瓜 秋日里藤蔓上收获的最大的果实 都会送过来请老祖宗品尝 他们把这称之为孝道 云叶唯一百吃不厌的 其实啊就是那口小米粥 黏黏的稠稠的 喝下去全身都暖和 老祖宗啊 拢幼山谷里的湖水 退去了 刘进宝的子孙帮老祖宗擦拭 在胡须上粘稻的米汤 小声的回禀 那就去拢幼 告诉皇帝他们 不许干过来 我的大县到了 昨夜 李太也过来了 希望我能过去 我也想过去了 云叶若无其事的回答 老祖宗 奴婢该死 刘进宝的子孙扑通一声 就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他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呢 让老祖宗没了活的趣味 云叶皱着眉头道 难道你们就不奇怪 我为什么活了好几百年还不死啊 老祖宗是神仙 自然万寿无疆 屁得万寿无疆 我自己都活得腻味了 想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死 你们居然都不好奇 一个人要是没了好奇心 和闲鱼有什么区别呀 好了 去准备吧 我睡一会儿 等我醒了 也就该到拢幼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云叶说完话又闭上了眼睛 身下的椅子很自然的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合人躺下去的床榻 竹林里窜出去几十匹雄壮至极的战马 马上的骑士背着小旗子插着羽毛疯狂的向四面八方狂奔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全部停了下来给这些战马让路 人们好奇的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 好奇的看着这些战马 在大唐现在呀 几乎是找不到多少战马了 除了养一些用来比赛和打马球的马匹之外呀 赫兰山下也见不到成群的圈养马群 听说在帝国初年大地上跑的全是这东西 知道情形的皇帝坐着车子疯狂的往机场跑 有同样动作的还有云家的家主 一大群人跑到机场的时候 只看到一架巨大的飞机正在腾空而起 老祖宗不回来了 皇帝满面泪痕心里却暗自高兴 喜忧参半的心情让他想不出别的话语 他感觉到自己在颤抖又像是在欢呼 总是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云家的家主瞅着远去的飞机拱手对皇帝说 陛下无需悲伤 这对老祖宗来说也是一个解脱 百十个侍卫抬着一个精致的床榻 在荒原的小路上飞奔 机械文明被远远的抛在了山谷外面 大唐人的脚步已经踏遍了这个星球 唯有这里依旧喊无人计 野鸡在飞 野猪哼哼唧唧的在灌木丛下漫步 一大群野马正在平坦的草原上飞奔 云叶坐起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湖泊果然消失了 一些水洼里只剩下一些干涸的鱼在相濡以沫 湖泊中那个柱子一样的山峰像是从幽冥地狱里长出来的一样 突兀的立在最中间 一架飞艇将云叶送到了那个小山峰上 只有他一个人 刘尽宝的子孙跪在荒原上一声声的哀求老祖宗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莫咬飞声 云叶冲耳不闻 只是好奇的盯着山峰中间那个深不知己许的黑洞 把耳朵探向黑洞好像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呼唤 也好像听到了冰刃的焦鸣声 云叶欢喜的搓搓手绕着这个黑洞走了一圈 然后就一头栽了下去 地狱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苦海上黑色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的想要吞噬最后的那一丝光明 从未有过光明的地狱世界 因为地藏王菩萨的宏愿而变得有了不坠的光明 而今身在无间地狱的地藏因为愿力的减少而变得日暮西山 这是真正的日暮西山 地狱世界将会回到远古时期充满最亘古的黑暗 那个时候向往光明的怨魂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寻找光明 人和鬼的世界也将不分彼此 李二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造反的决定是否正确 一旦地狱再无光芒自己毁掉的就不仅仅是地狱 或许还有人间界 怨魂要比地面上的人多得多也凶恶得多 如果那些无助的怨魂打破地狱和人间界的壁垒 世界的末日也就会随之降临 难道真错了 李二不由自主的问了自己一声 神不能有疑问 于是李二的身上出现了无数细小的劣系 一问如果再深重一点他就会四分五裂 信心是神力的源泉也是魔神的根本 长孙迅速地解下自己的披风披在了李二的身上 不死鸟的斗篷有重生的功效 在所有惊恐的目光中 李二的身体在不断的出现裂隙 又迅速地在愈合 这样神态的李二不但无法作战 还需要有魔神小心的看护 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妥 李二就会像一个玻璃人一样 碎成粉末 李二身后的魔神一起小声地唱起了这首《出居》 希望能够唤起自己主帅的雄心壮志 歌声苍凉而暗哑 有意有魂化为长舌口有毒牙不以孽人自孽其身终以允颠 李世民你不是在追求胜利而是在追求毁灭 你作战的对象其实就是你自己向天唾口水只会落在自己的脸上 哈哈 如今地藏将会陨落 地狱再无光芒 重新沦入久远的黑暗 这都是拜你所赐 神人鬼各有疆域各有谋生之道 你毁了六道轮回 你也毁了人间的秩序 天机一发 地狱里积累了千年的怨气和污秽 将会污染整个三界 无可逃顿 无可逃顿 三千地狱 你得其三成 难道还不满足吗 回头吧 回头吧 向我佛跪异 向我佛忏悔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一个痛苦至极的声音从地下传了上来 带着奇怪的韵律在每一个魔神的心底响起 立二的左手为止 忽然从手掌上脱落 掉在地上 如同冬日里屋檐上的冰柱摔得粉碎 言之推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 老夫以前听云叶 吟诵过一篇文章 也不知道是哪位先贤所写 不过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 老夫这就吟诵出来 供大家分享 此文名曰正气歌 里面的好多人物老夫闻所未闻 想来也是神仙之流 朱军请听之 天地有正气 杂然不流行 下则为何月 上则为日星 于人约浩然 佩乎塞苍鸣 黄鹿当青仪 寒河吐明亭 石穷解乃剑 依依垂丹青 在其太史简 在晋董虎笔 在秦张良追 在汉苏武杰 为炎将军头 为继世中学 为张虽扬齿 为炎长山蛇 或为辽东帽 清操立冰雪 或为出师表 鬼神气壮烈 或为杜江吉 慷慨吞胡杰 或为鸡贼户 逆术头破裂 士气所磅礴 凛冽万古存 当其灌日月 生死 安足论 地为赖以利 天助赖以尊 三纲十细命 道义为之根 皆于购阳酒 利也实不利 楚求应齐冠 船车送穷北 鼎货甘如仪 求之不可得 阴房田鬼火 春院避天黑 牛忌同一造 积期凤凰时 一朝蒙物路 分作沟中集 如此在寒暑百利自辟 哀哉举入场 唯我安乐国 岂有他谬巧 阴阳不能贼 故此耿耿存 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 苍天何有急 哲人日已远 典型再素兮 封言斩书读 古道照颜色 听此歌诀 污惠不亲 听此歌诀 心如铁石 听此歌诀 与石同焚 听此歌诀 怎能容忍 激期凤凰时 听此歌诀 怎能容忍 而等鼠辈 操弄人的命运 我等作战不畏权柄 不畏神位 更不畏神魂不灭 我们只想跟你讨个公道 无数年来 你们已操纵他人命运为乐 我们是自由人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控 哪怕粉身碎骨 哪怕深处无尽的黑暗 也不让你们这些鼠辈 践踏我们的灵魂 哈哈哈哈 还自己为神 我呸 要死 一起死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